- 民主黨現在處於一個危機當中,他們所有議題上面都在被搶,其中選舉看起來非常不樂觀,這個是我今年年初就預告會發生的事情。 COVID-19 is back, dun-dun-dun! - 根據世界的明燈,健康的未來的組織 CDC,你應該要馬上去打第四針,因為你只要打了之後就不會得病,也不會傳染,也不會散播的加強針。 就算這個疫苗已經證明了,疫苗好像沒有任何作用,打了之後還是會得,打了之後還是會感染,打或沒打都要隔離。 當然有一些有腦的人會知道,騙我一次沒關係,我錯了,我不該相信你,騙我兩次,三次,四次,兩年了,或許腦殘的就是我自己。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這種思考邏輯的能力的話,我們的崇高至上的左派教宗,Dr. Fauci有話要對你說,閉上你的嘴。 - 大家要把這個疫苗放在我們後面的疫苗,讓我們感到和希望它不存在。 - 它是真的。 - 停止希望,OK?不要有希望,這個人是真心誠意的告訴你,不要有希望,你就接受這個病吧。 因為這個神經病,還有CDC的總裁,還有拜登都已經知道,人們已經看穿他們胡扯兩年的新冠肺炎了。 - 不是所有人都跟台灣人一樣無知的什麼都聽政府,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上海人一樣被政府關在集中營,還高舉共產主義好。 - 美國人已經看出來了,整個COVID-19只是他們用來奪取人民權利的方式。 - 但是,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年初的時候就知道,選舉到了,民主黨就會又開始炒冷飯。COVID-19是他們唯一一個好像還沒有完全完敗的議題。 - 雖然在拜登的政權內死亡的人數比川普執政內死亡人數同時間比高出了20萬。 - 但是,這個是唯一的議題他們是可以隨便修改選舉法。 - 所以,新冠肺炎會在選舉之前再度竄起,這個是必然的。 - 因為拜登的民調實在是太可憐的。 - 紐約時報的民調顯示,只有26%的民主黨的人想要重新讓拜登繼續選2024年。 - 這表示,現在的民主黨總統,在自己的政黨裡面,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他。 - 64%的民主黨人認為有需要其他的民主黨政客出來選。 - 然後,10%的民主黨人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吧。 - 另一個民主黨攻擊的方式就是鬧了兩年的鬧劇, - 一月六號的調查委員會。 - 他們以為這個會分裂共和黨,讓共和黨彼此攻擊。 - 因為共和黨大部分的人是跟我一樣愛好和平,追求事實,不相信陰謀論。 - 只有少部分的是什麼Q啊,光明慧啊,甘乃迪的兒子還活著要回來王子復仇的。 - 他們用這樣的方法鬧了兩年,對共和黨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影響。 - 去年十月的時候,共和黨人支持川普2024再出來選的人。 - 是百分之六十七,現在是百分之六十六。 - 川普是他們花了兩年的攻擊對象。 - 刪除他的推特帳號,封鎖他,把他踢出整個美國政治系統。 - 結果只少了一趴。 - 他如果現在要參加提名的話,他一定會是共和黨的代表。 - 我很喜歡Ron DeSantis,我覺得他某層面會比川普好很多。 - 但是目前的民調比起來,他跟川普根本就是沒辦法比。 - 這表示民主黨這兩年做的事情,不但是浪費時間,甚至是在打臉自己。 - 各位可以想一下2020的時候,當時我們聽到的是,你看, - 揪拜登,正直,良善。 - 他的目的是要團結美國,進步,跟國際重新接軌。 - 是一個受人尊敬,而且穩重的人。 -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川普。 - 無恥,種族歧視,不尊重女性,陰謀論,想要推翻國家。 - 他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共和黨,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保守派。 - 結果現在呢,民主黨恨不得把拜登丟掉。 - 然後共和黨全部聚集在川普的後面。 - 川普得到的支持還不只是保守派而已。 - 幫川普辯護的人到處都時。 - 以下是一個不算是保守派,也不是共和黨。 - 在CNN這個左派大聲公的節目上面,好像也不是要幫川普說話。 - 但是卻幫川普澄清了,1月6號檢查委員會根本就是一場鬧劇。 - 這個人叫做John Bolton,川普當時的這個國安局總長。 - 每個左派媒體都說他很清楚,川普是想要在1月6號發動政變。 - 因為他寫了本書在指責川普當時治國方向錯誤。 - 所有共和黨的犀牛都愛他,民主黨也愛他。 - 說他就是最知道事實,川普就是希特勒的人。 - 他就是個左派的紅人,所以他就上了CNN。 - 然後CNN的主播Jay Tapper就說, - 川普是個叛國賊。 - 他想要發動政變。 - 你身為當時他的幕僚是怎麼看的? - 以下是他的回應。 - 這是哪個對話。 - 是川普想要求川普。 - 他是一個一から一世的逅遇。 - 我認同自己,是個正常的事。 - 我認同には,我認同你來應ご醫生。 - 我認同你,是正確的,為了整理一下。 - 那很重要的,一年無必有很精彩的。 - 要投入奪之後罪了一套? - 那個人有幫助你提出床的构。 這個回應非常好 的確當時就是川普在當川普 他就是一個大嘴巴 他想要的就是延遲確認選票的時間 他想要的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然後人民被這樣子的東西利用了 那些愚蠢的人中了左派的計 然後帶到了國會 然後他們就出來了 所以說這絕對不是一個政變 因為如果是一個政變的話 我們現在就會有一個新的政府 因為當時那些人 他們攻佔了國會 美國最高殿堂 他們佔領了眾議院跟參議院 他們可以在當下宣布設立一個新的國會 然後宣布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或者新的政府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在Nancy Pelosi的桌子上面 跳一跳舞之後就回家了 然後他們現在在監獄裡 因為就跟沒有我允許的情況下 在我的辦公桌上跳舞 一樣違法 在Nancy Pelosi桌上跳舞也違法 在那裡面的人 沒有人要推翻政府 沒有人要毀滅憲法 根據左派愛戴的專家分析出來 1月6號並不是一個政變 而是一個陰謀論 不是陰謀論 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陰謀 大家還記得Ray App這個人嗎 如果不記得的話 可以看一下以下的影片 明天我們需要去到國會 去到國會 我在,在州 在 fier僅存在 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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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沒有想說這個 因為我將會被抓住 LET'S NOT說 我告訴你 我們需要去到國會 shut the fuck up 到國會 Fed Posting 根健 didn't we need to go into the Capito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OK OK it's that direction we spread the word All right noted but one more thing Ah sir can we go up there No When we go in Are we going to get arrested can we go up there You don't need to get shot Are you going to arrest us all Race you Race she Race she 這個人大聲地說要民眾衝進國會 大家都看到了 而且他在那個年輕人耳朵旁邊說了些什麼 為什麼他說完之後就發生衝撞 為什麼平常警察跟維安人員一發生事情 會站著一排一排跟羅馬的歸行政一樣 但是我們國家的首都 當時卻只有一個警察跟薄薄的鐵欄杆在那個地方 跟第一個影片一樣 為什麼都已經知道他是聯邦探員了 所有的人在影片裡都已經在那邊大喊 Fed!Fed!Fed! 卻還是有人衝進國會裡 之後這個事情變得更奇怪了 1月6號之後聯邦的探員開始抓普通的爸爸 跟支持川普的媽媽阿嬤之類的 然後說他們是叛國賊 政變恐怖組織 但是Ray App這個人 被拍下來叫說人的人卻沒事 現在事情變得更奇怪了 因為在紐約時報上出了一篇文章 幫他寫的一個陳情文 上面說川普支持者的幻滅 Ray App是如何成為1月6號陰謀論的受害者 報道上面說Ray App過去十幾個月 受到了身心煎熬的壓力 當右派媒體還有川普支持者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說他是一名聯邦的探員 去年試圖借刀殺人攻擊美國的國會 上面寫在暴動現場 他被極右派的挑釁者 Right-wing provocateur 錄下他鼓勵人進入國會的樣子 就連他當下都說是一個和平示威 這個報紙 這個左派報紙 是在幫川普的支持者辯護嗎 幫右派的人說話嗎 What? How? 根據紐約時報跟還有像CNN 各式各樣的左派媒體 你就算沒有衝進國會 你只是在外圍 國會的外面禱告 你都算是國內恐怖分子了 你都算是一個叛國賊了 你只要接近首都華盛頓DC 基本上就是一個該被處刑的人 除了那個教唆人衝進國會的那個Ray App 他不是個聯邦探員 他只是個被川普欺騙的可憐老人 我不知道Ray App是不是個聯邦探員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個左派的棋子 我只知道紐約時報絕對不能相信 就跟我們的國家的老師 學校 還有教育家一樣 他們是一群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的人 女人有一個特質是男人永遠做不到的 就連我這樣子這種 沒親目秀 老師被別人說像娘炮 然後每次出去吃飯都會被認錯性別的男人 都做不到的 那就是懷孕 我不會懷孕 我也不想懷孕 但是現在左派在我們的國會裡 各位聽了沒有錯 別人的國家都在討論 俄羅斯 烏克蘭 伊朗 中國 台灣 以色列 核武 外交 經濟 我們美國的國會討論的是 女人能不能懷孕 有些男人也是可以懷孕的 不是懷孕的人就叫做女人 也有很多女人她是不能懷孕的 沒有錯 這就是長期以來國會的鬧劇持續上演 我們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老師來講 她說幾次 妳先生就說說 妳裡面ահ文 我為了要 Coronavirus who講到一些小女人 務心 那你說衝大容 對女人 朋友 太多女人 經 diabetes 也要不說 辯死 也有 有多冠件 是男人 也有 沒有人 無敵 所以 這交 televis 女人 我們認為 兔女 在其他人的目標,就是另一種人的主要是不影響別人的主要 而是不影響別人的主要,所以你認為是在這方面的主要是 我認為你的線上的問題是反射性的,而且是反射性的 而是反射性的反射性的反射性的反射性 你認為我沒有反射性的反射性的反射性 反射性的反射性是否或者不可能有女性的反射性 社会的一些心态 感染者是在意识着 是意愿的 우리는说我们不可以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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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谋的 传感染者是 希望你们是不知道的 要知道看到你们的 是否疑啊 你与您说你 所以你卻拒絕對男人生存在嗎? 這會導致暴力嗎? 是這就是你的教室嗎? 學生可以問你嗎? 或是他們也會這樣處理嗎? 沒有,他們可以問我嗎? 我們在我的教室有很好的時間 你應該參與 你可能會學會很多 我會學會很多 我會學會很多 我知道,絕對 超級的 這個影片是左派跟右派都超愛的影片 在推特上面爆紅 左派在說這個老師徹底的擊敗了Josh Hawley 右派說Josh Hawley徹底的揭發了這個左派老師的愚蠢 這個其實是個很奇怪的問題 因為你要把明明就是同一個東西 刻意做切割 把女人跟可以懷孕的人做定義上的不同 就跟我們把在宇宙中有一個超強重力和電磁力 在我們太陽系的中間 直徑有86萬5000英里的這個電漿火球 跟太陽座區別一樣 但是這就是這個老師在做的事情 過度的形容一個單詞 把這個單詞說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他們還是要繼續使用這個字 只是完全扭曲這個字的意義而已 就在當下 創下了國會史上最沒有意義的話題 接下來就該眾議院了 眾議院要來探討 女人跟墮胎的權利的關係 再度刷新了國會紀錄 在裡面每個這個教育家 老師教授都爭先恐後的真第一 看誰才可以超過參議院裡的這個 Professor Bridgett 成為國會史上發言最蠢的女性 不對 女人 也不對 可以懷孕的人類 讓我們先來看看 Sarah Lopez 這個是一位支持墮胎的 可以懷孕的人類在國會發言 這些限制是要做的 是嘗試避免疫苗的人 但是疫苗是健康 我的疫苗是最好的決定 這是一個自愛的行動 我今天來保證 讓所有人現在需要的疫苗 或是會需要的疫苗 都不會獨立 無論國家都會強制 我們都會強制 墮胎是他這一輩子 做過最好的決定 沒有錯 墮胎讓他成功的成為一個 沒什麼用 沒什麼影響力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的人 但是 他可以再... 他犧牲了自己的靈魂 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小孩 他換到了一個 是如此悲慘 而且愚蠢 可笑的 而且沒有任何目標 跟意義的人生 就連他自己都說了 付了四百塊錢 讓人去殺了他的孩子 是他這一輩子做過 最好的決定 Best decision of her life 他說這是 Self love 自愛 不過這跟愛 沒有任何關係 可以說是 自戀 自利 自私 自滿 有很多自什麼的 但是絕對跟愛沒有關係 因為愛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做害羞的事 愛是心甘情願的為別人付出 自愛就是為自己付出 但是墮胎絕對不是自愛 墮胎是一個女人放棄了成為母親的快樂 身為一個女人的特質 身為一個人的職責 他犧牲了這一切美好 為了要到國會發言 然後被寫進國會史上最蠢的對話紀錄 讓自己有個悲慘的 無恥的 充滿罪的 殺人的 孤單的一生 他要花一輩子的時間 試圖說服這個世界 每天自欺欺人的想要合理化 這個他這一輩子做的最好的決定 很明顯這不是自愛 這是自卑 然後在假裝愛自己 然後國會就繼續開了 其中有一段 這位Lopez被問到 他這份自愛 應不應該要被延續 甚至到他子宮外面之後 他還可以自愛嗎 這個單詞叫做 Infanticize 就是在一年內殺死嬰兒 這個樣子可不可以 以下是 Sarah Lopez的回答 他不同意 這個問題的基礎原則 這什麼意思 這個問題的基礎原則是什麼 他只要說不可以就好啦 這個最基本了吧 都出生了 怎麼還可以說要殺掉 為什麼不能就直接說不可以 讓我來重新問這個問題 一個嬰兒出生後六個月 你還可以謀殺他嗎 如果你的回答不是不可以的話 你現在就應該去精神病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沒辦法說不可以這三個字 實際上 就是這個問題被問了好幾次 不同的左派的人回答 但是卻沒有一個人可以說 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殺小孩 謝謝 那你認真 你認真 我認為你認真 你認真 含了一句話 我認為你所說的 其實就要不決定 我們不有 我們不想有本事 我們不想要發生的 因為你覺得 你認真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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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t to answer or you want to keep talking over witnesses? What I'm telling you is nobody would carry a pregnancy and then decide on a Monday because they are bored that they want to have an abortion.That's ridiculous. And it's inflammatory what you're saying. You're talking about families who are in tough situations where folks have been excited about carrying a pregnancy. Most of the abortions that happen later in pregnancy are really tragedies where it's really a disappointment for everyone involved. But you agree with,I take it with all those words, you do agree with basically murdering a child after they're born. 醫生不會實行殺陰的手術 但是跟他們可不可以不一樣 或者是他們做的對不對不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醫生有在做殺陰手術 美國有一個變態醫生叫做Kermit Gosnell 他就在做這樣的事情 他現在在監獄裡面 日本二戰的時候在東京新宿區 有一個叫做受產院的醫院 裡面有一個護士叫做石川美雪 他在戰爭之後看到了商機 那些妓女懷孕了卻無法撫養他的小孩 全部都送到他那裡 他一共殺了103個嬰兒 警察調查那些屍體的時候 還有發現3歲到5歲的小孩屍體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節目之前也有報導過 在我們國家的首都的墮胎診所 幾個月前也才發生了屠殺嬰兒事件 他們就把生出來的小孩放在那個地方 只要不管他 哭一哭就安靜了 哭一哭就沒事了 哭一哭就沒了 過了幾個小時只要不去幫助他 他就是個死人 他就是個被墮胎掉的嬰兒 這是那個醫生親口說的 我相信這樣的事情還在發生 因為那個醫生沒有被抓 墮胎診所也沒有被檢舉 連調查都沒有調查 他們還開記者會 警察開記者會說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合法墮胎 屠殺嬰兒的事情有在發生 而且一直都有 特別是那些現在在支持墮胎的人 拒絕反對這個樣子的行為 這樣子的行為就會越來越多 回答那幾個女的 其實只要很簡單的回答說 我怎麼可能支持殺嬰兒 你神經病嗎 這跟墮胎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 只要說不 就可以把問題全部都 推還給那個問問題的人 而且會讓問問題的人感覺很蠢 但是他們不能這麼回答 因為他們知道指責殺嬰兒 只因為那個嬰兒出生了幾秒 就會讓嬰兒出生前幾秒 就可以殺死他 這樣子的觀點變得很愚蠢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因為人的生命 是透過女人的陰道來決定的嗎 出生前一秒跟出生後一秒 差別是什麼 生命就不是生命 人就不是人 嬰兒就不是嬰兒 這幾秒鐘之內 改變了什麼 什麼東西改變了 發生了什麼 除了嬰兒的位置不一樣 還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知道接下來會是 一串這個樣子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說 殺嬰兒是個錯誤 不過這還不是全部 接下來這些 witness 證人 被問到 女人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 以下是精彩片段 結束了 這年紀之年 我們在這部的部長 為我們有請求 這部長的部長 因此 您可以觀察 我會說這樣子 我會想像 這部長 有請問 所以 I am a woman, that's how I identify, but I wonder, however, if in part the reason that you're asking a question is that you're trying to suggest that people who don't identify as women can't be pregnant. I am simply asking the question and I simply want an answer. I think it's actually really important to be very clear her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identify as non-binary. I think about 5% of young people do. We're not going to go there. I was hoping that maybe you would say something that maybe we learned in high school biology that has to do with X and Y chromosome, which define male and female, but I guess we're not going to get there. 女人是什麼? 這個問題我現在還沒到三歲的女兒都可以回答 但是這些大學教授、政治精英、社會女強人為了女人發聲的組織 卻沒辦法說出來 他們到底是為誰發聲、為誰而戰、為誰的權力奮鬥 對我來說這樣的聽證會是有非常大啟示跟目標的 我覺得這樣的聽證會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 不只是因為這是國會史上最大的笑話 這些是民主黨人要的聽證會 讓他們出來說明就是沒有了Roe V Wade之後這個世界有多糟糕 我覺得很棒 讓這樣子的企圖放大到全世界的螢幕上 看這些 還要算人嗎? 都要殺嬰兒了 這些左派沒有底線 跟斷了線的風箏一樣 沒有目的、沒有目標、沒有任何理性的亂穿 我覺得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看到這些東西 這個樣子人才可以選擇 要不要跟他們一樣 要不要跟隨他們 這些自由派的人拒絕抵制、屠殺嬰兒 他們說墮胎是一種充滿愛的行為 他們拒絕解釋女人是什麼 而且他們不斷的呼籲男人也可以懷孕 這個就是美國目前兩邊最不同的地方 我們可以靜下來思考 然後可以達到共識的階段 很多人說這最終會達到一個美國第二次內戰的局面 如果是真的話 如果美國真的有一天爆發內戰的話 這將會是地球戰爭歷史上最奇怪的一次內戰 同時也是最短的一次內戰 我只期待耶穌趕快來 因為消滅邪惡的人應該是他 但是當他來的時候 我知道我要準備好 我也要有決心 要跟他一起消滅邪惡的人 我建議各位也準備好自己 不只是叫你去什麼買槍、屯樑 搬家搬到一個有水源的地方 更是要禱告、讀聖經、更親近神 讓自己在這個正義與邪惡的戰爭當中 不要害怕、勇敢的戰力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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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